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主内平安 今天是3月1日 也是四旬期第一主日 欢迎你们来到每日圣言的时间 今天的主题是 拒绝诱惑 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 《玛窦福音》第四章 第一至十一节 那时耶稣被圣神临往旷野 为受魔鬼的试探 他四十天四十夜进食 后来就饿了 试探者就前来对他说 你若是天主子 就命这些石头变成饼吧 他回答说 经上记载 人生活不只靠饼 而也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 那时 魔鬼引他到了圣城 把他立在圣殿顶上 对他说 你若是天主子 就跳下去 因经上记载 他为你吩咐了自己的天使 他们要用手托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耶稣对他说 经上又记载 你不可试探上主 你的天主 魔鬼又把他带到一座极高的山顶上 将世上的一切国度 极其荣华 指给他看 对他说 你若复复朝拜我 我必把这一切交给你 那时 耶稣就对他说 去吧 撒旦 因为经上记载 你要朝拜上主 你的天主 唯独侍奉他 于是 魔鬼离开了他 就有天使前来 伺候他 感谢天主 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接下来 让我们听一听 试经小帮手 在今日的福音中 耶稣在旷野中面对试探 教导我们如何在生活的种种试探中 得着自由 首先 在耶稣感到饥饿 魔鬼建议他将石头 变成面包来满足自己 我们也感到饥饿 不仅是身体上的饥饿 还有身心灵的饥饿 我们希望被爱 希望感受到幸福 这是很自然的 只是 有时我们享用不妥的 甚至可以伤害我们的人事物 习惯 感觉 来满足自己 今天 今天 耶稣教导我们 心灵的饥饿 其实更是一个机会 让我们可以诚实地面对自己和天主 承认自己需要改变的地方 也让天主以真实的爱来喂养我们 再来 当魔鬼挑战耶稣跳下悬崖 并要求天主拯救他时 这对照了我们把天主当作互身符的诱惑 有时 我们会考验天主 求他让我们的生活都顺利 没有困难 挫折 但是 天主不能任我们使唤 利用 我们需要进化我们对天主的心 和他建立个人化的友爱关系 接受他来陪伴我们 度过生活的区区折折 这才是生活中最可靠的希望 第三个诱惑 是对控制和权力的欲望 多时 我们想控制生活 不喜欢感受到脆弱或不足 但事实是 我们并无法控制一切 我们需要接受我们的脆弱 并学会和他共处 放下控制 我们将能够更享受生活 及其他人的临在 请品尝圣言 面对诱惑时 意识到耶稣已克服了一切 让他的鼓励 给你勇气超越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什么是你最大的诱惑 当他再次出现时 马上转向耶稣 远离诱惑 最后 让我们静下心来 全心祈祷 耶稣 让我依靠你 一次又一次拒绝诱惑 获得真实的自由 阿们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在生活中 面对诱惑时 有勇气拒绝它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